月仁歌 今夕何夕夕 千周中流 今日何日夕 北宇王子同舟 蒙修备好夕 不姿够齿 心机烦而不绝夕 何之王子 山有木夕木有之 心悦均兮均不知 白话一文 今晚是怎样的晚上啊 隔中漫游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与王子同舟 深蒙错爱呀 不以我彼漏为耻 心绪纷乱不止啊 能结识王子 山上有树木啊 树木有鸭枝 心中喜欢你呀 你却不知此事 背景概述 按史记处世家 楚灵王十二年 公元前五百二十九年 紫笔趁其兄灵王在外 杀了留守的太子 自立为王 其弟子西当了令隐 但正变仅时余日即失败 所以子西泛舟新波 不像是在当令隐之时 而应该是在此之前 以照相成军的情形来看 子西还可能是在出制封地 恶之时举行周游 而榜腔 岳人则已认识新来的领主 并为之效劳为荣 在圣会上 岳人歌手对恶军拥挤而歌 一味懂得楚语的岳人 给子西翻译道 今西何西西 千周中流 今日何日西 德与王子同周 蒙修备好西 不资斗齿 心积凡而不觉西 何知王子 山有目西目有之 心悦君西君不知 子西被这真诚的歌声 所感动 按照主人的礼节 双手扶了扶岳人的双肩 又庄重地把一幅 绣满美丽花纹的绸缎 背面披在他身上 岳人歌和楚国的 其他民间诗歌 一起成为楚词的 艺术源头 是中国最早的翻译 体现了不同民族人民 和谐共处的状况 表达了对跨越阶级的 爱情的书歌 旗鼓粤语发音 在汉代流向说院中有记载 艺术源头